墨西哥外星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一个视频给你讲的明明白白 相信这两天大家都被这个新闻给搞懵了 你要说它是假的吧 墨西哥国立大学 墨西哥国会 碳14检测 X光和未知DNA 这里面不仅有专业机构和政府单位 现场还有各种专家站台 发布会期间又赌咒又宣示的 尤其在国会提虚假议题 还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而且政长搞得如此之大 全球还上了热搜 这要是假的先不说他要不要脸 他等于是把全球观众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说到这你可能又会想 那他不会是真的吧 但是感觉也不像啊 从几千年前 人类开始仰望星空的那一天起 我们在面对宇宙时那种刻入骨髓的孤独 难道就这样被改写了 要知道多少人做梦都在想象这一天到来的样子 但我相信你不管做什么梦 你肯定都想不到会是今天这个鬼样子 一个70岁的老头像念稿似的 内心无比平静的告诉你 我们发现了未知生物 它很有可能来自外星球 这一天将是人类文明的风水岭 然后两个木箱像拆快递似的被打开 随后两个小可爱 毫无波澜的出现在你面前 然后你惊呼 我靠这不是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 先别急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发现它的日子 2019年底 毕鲁本地一位具有25年盗墓经验的胡巴依 声称自己在秘鲁纳斯卡地区 一个隐藏的洞穴中 发现了七个人心三指的木乃伊 他们身长60厘米左右 手和脚都只有三根指头 这位胡巴依的真名叫萨米安托 07年他因为知道假黄金和假钞被抓过 出来后在10年左右开始倒卖文物 专攻木乃伊方向 萨米安托拿着这些木乃伊 找到了自身探险家的法国人 泰瑞贾明 贾明看完这些木乃伊后 对萨米安托说 这是了不起的发现 你将会载入人类文明进程的史册 说完他拍了些照片 将这些木乃伊发到了众筹网站上 他希望能众筹三万欧元 用作这项伟大发现的后续研究经费 让他没想到的是 没几天他就种植到了三万九千五百一十欧元 然后关于三指木乃伊外星人的传说 当时在网上不停发酵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很快他们就吸引到了 美国最大的另类流媒体公司 盖亚的注意 盖亚联系上萨米安托后 双方很快就谈好了价格 然后盖亚自建了一个专家团队 将整个研究过程做成了一部纪录片 在纪录片中各国专家给出的结论是 木乃伊是真的 而且不是地球进化的物种 这应该是人类首次发现的未知类人生物 因为有所谓的专家背书 三指木乃伊的影响力和鱼龙声实在太大 2018年11月19日 碧录政府就此事件专门组织了听证会 之后还邀请了人类学专家 古生物学家和专业法医 经过了几龙的研究之后 得出了以下结论 木乃伊的三根手指 是由人类的指骨和掌骨 还有脚上的中足骨等相似的骨头 混合粘联在一起的产物 由于手腕的支撑力不足 还在里面填了很多小木贡 而且每个木乃伊的手和脚 用料的数量和骨头都不一样 胳膊的骨头是来自人类的大腿骨 左腿是一根跌脑的大腿骨 右腿则是一根人类的小腿骨 而且很多骨头都有切砍的痕迹 但因为没有大块 这种随机组合起来的骨架 只要动一下就会散架跌倒 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真正让人脑洞大开的是这个外星的头骨 它竟然是用羊驼的脑壳做的 把羊驼的脑壳前脸切掉 然后翻转一下 然后一个外星的脑袋就做成了 专家经过比对 拿羊驼的头骨做了断层扫描 扫描的图像和小外星的头骨 每一针都是重合的 关于碳十字放射性检测的结果 它确实是真的 因为这些文物贩子改造小木乃伊的用料 用的就是古代秘鲁出头的木乃伊 还有DNA检测报告 权威机构得出的解论是 大部分样本都被污染了 每个样本里面都包含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DNA 有些样本里面混合着人类和动物的DNA 而那些生成未知的DNA 则需要和动物植物等生物 全部比对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这个工作量确实过于庞大 不过基于上面的证据 专家们觉得这样做的意义不大 后面还有非常多的证据 都是类似比较滑稽的造假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想看的同学可以进群索取 这次墨西哥听证会展示的两个木乃伊 还是当年那七个遗骸中的其中两个 不过希望这次他们经过改造升级 能让子弹多飞一会 但不幸的是 就在昨天凌晨2点16分 参加此次墨西哥听证会的美国航空协会董事 前海军飞行员瑞安格雷斯夫已经发推声明 对墨西哥政府和此次议题发起人 海梅莫桑表示很失望 看到这我相信大家已经明白整个事件的真相了 但有些人还是不仅好奇会问 墨西哥这么做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起初我也很难问 但当我看到全球铺垫盖地的热搜 和UFO爱好者的狂欢后 我似乎是明白了 其实9月12号我在看直播的时候 就越看脸不对劲 中途我甚至都有点害怕 我害怕墨西哥旅游局现场直接上连接 9块9强首发参观门票 前100名还送免钱和合影福利 不过好在最后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 但这也间接说明 他们只会做了你 不会用流量变现 多半是没听过蓝总和松总的课 这波流量属实是浪费